大家好 現在我在幫大家體驗的車款是 HONDA的CB300R 那這台車呢 其實之前國內啊 水貨商已經販售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 直到今年呢 台本終於宣布引進這款車的公司車 那我現在騎的這台呢 就是今天才剛到店的 HONDA的台歸CB300R 這台車其實發表以來啊 我一直都相當的有興趣 因為它的設定其實相當有趣 它是單缸車 然後它的車重非常的輕盈 它的車重裝備重量只有145公斤 145公斤370是什麼概念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T2 是250cc的 然後它的裝備重量高達172公斤 那YAMAHA的MT03呢 它是雙缸車 但是它的裝備重量165公斤 所以說這台車 它騎起來它的輕盈度自然是不在話下 那這台車它的動力 騎起來其實不會不夠用 非常的輕盈 加上它是單缸的設定 所以說 像我現在轉速大概一台4千多5千而已 它的動力其實已經是相當足夠 那這種單缸的黃牌車款啊 它講求就是它的靈巧性 等一下我把這台車騎到外面的道路上面去 去市區體驗一下 其實我之前沒有騎過水貨款的CB300R 所以我第一次騎成這台車呢 就是目前的這一台台 台歸版的 因為我剛剛從台本這樣騎過來 然後我繞了一下 從剛剛到現在其實 首先我發現一個問題啦 來這邊做回轉 超級好回轉 你小心 完全不是問題 我剛剛從台本車子拉出來 開始騎的時候 因為這台車今天才剛到電 所以我在拿到車的時候 它是冷車的狀態 那這台車我發現它在人啟動的時候 它的震動其實是蠻大的 它帶出的抖動是蠻大的 然後再來就是 你在 吹油門的時候 再加速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Lag的感覺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冷車的關係 因為車子目前水溫上來之後 然後油溫 那些工作頻度達到之後 就沒有這樣的感受了 車子就整個變得順暢很多 那這個是 車主們 或是說要來體驗的人 你們可以 去注意的 就是 如果有這個狀況 看一下車子是不是在冷車狀態 像現在熱車騎乘起來就很順暢 那再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 它這顆儀表板 大致上 這顆CB300R的儀表 大致上是跟 150相同的 但是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把檔顯拿掉了 原本檔位顯示的地方 變成水溫的顯示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可惜的啦 因為 其實可以再多開一個模子 或是你乾脆點直接拿 650R 500R的那一顆錶來用 也是可以的 但是 我不知道 就是 HONDA用了150的那顆錶去修改 然後 把檔位顯示 變成 水溫 像我自己啊 算是 騎很久的老手啦 但是 我還是會希望有檔位顯示騎 因為我已經看習慣有這個東西了 那個東西確實也相當便利 可以讓我知道 目前的檔位是多少 就是在我體驗的時候 我也可以知道說 這台車大概在哪個檔位 它的反應是怎麼樣 如果沒有的話 我大概就只能記得 我大概是在哪個檔位 畢竟這台不是我的車 然後 我跟它還沒有很長時間的相處 所以我只能 大致上的去體驗一下 各個檔位間的反應 但是 我不會知道這是哪個檔位 好 做個加速 哇齁 車子輕管就是有這個好處 剛剛在 換檔的那一瞬間 油門灌很大力 車頭還稍稍的 有一點點的浮起的狀況 這就是車子很輕巧的好處 其實你動力不用太大 它就可以讓你的車子 有一個很好的動態表現 而且車子輕盈的話 它整個車子的慣性啊等等 它就不會那麼嚴重 所以你在市區 在騎乘的時候 其實你是 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也就是說你騎這台車 是比較隨心所欲的 這樣它的靶其實蠻高的 它的靶的高度 其實不像它的老大哥 CB650 這麼的運動化 再來它的騎乘姿勢 是比較正利一點的 它就是一個比較標準街車的 騎乘姿勢 它沒有那麼的淺顯 它離合器的手感我也蠻喜歡的 它離合器的手感是比較Q彈的 它離合器的那個彈環那個力道 那個扎實感 你在壓這個拉桿 它在彈環那個力道 我是還蠻喜歡的 退檔補油的聲音也很好聽 它每個檔位間你在退檔做補油的滑順度 也很不錯 騎乘起來你完全不會在意這台車 到底是單缸還是雙缸 因為它給你的這個加速的扭力感 其實不會輸給多缸車 再來就是它這個輕盈感 配上這個單缸真的是 相當的匹配 而且其實我今天 算是下班之後 直接回家拿個裝備 然後就來討本 因為我是要來拿我的安駕證書 順便來體驗一下這台車 所以目前我是沒有換裝的 我只有穿防摔衣還有手套 下班上還是穿工作的西裝褲 然後配一般的布鞋 那在這種穿著下騎這台車 其實也是相當的輕鬆 像我一樣的穿著 我騎自己的小六宅的話 那你在市區騎車的時候 那個熱度其實你是會很明顯的感受到 但是單缸車就沒這個問題 單缸車你這樣穿 或是你穿短褲 穿休閒褲 你騎這台車在市區去買個便當 然後在市區遊走 其實你也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不會有這麼熱的熱度 然後也不會覺得說 呃...胯下一直在流汗啦 但是這台車它的前座的椅墊啊 我是覺得發泡棉是比較偏硬的 跟我的T2還有60RB 這台車前座椅墊的發泡棉是比較偏硬的 剎車的部分 這台車自動其實我覺得算是夠用 因為這台車的重量其實不重 然後再加上它配著這個卡鉗 所以應付在這種一般街道騎乘 或是急加速急減速的情況下 這個剎車系統其實已經夠用了 後剎車 後剎車就不像前面這麼的力 後剎車有點軟 然後我在這邊再做一個迴轉給大家看 這台車真的很靈巧 非常的好迴轉 好...回 一氣呵成非常的暢快 這台車騎四驅跑代步 真的是...很好的選項 而且它這樣的設定啊 這種動力設定 單剛然後扭力比較早湧現 但是這台車它的整個曲線 它的動力曲線是比較平滑的 那這台車就很適合跑台灣多數的山路 像是東眼山、北宜 或是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佛陀世界 用這台車去跑一定會很享受 很好玩 它整個在丟進彎的那個流暢度 因為它車子非常的輕巧 所以你那個丟彎的流暢度可以抓得很好 就算你是一個新手 就算你對這台車沒有很熟悉 像我家前面往右去拐這個彎 好,退檔補油 煞車丟進去 好 補出去 整個動作是可以做得很完整 很一氣呵成 然後你就會覺得自己技術好像變好了 其實就是因為這台車它的輕民度很高的關係 它的車重很輕 然後它的扭力又足夠 所以說你在騎的時候啊 你不用花太多的心事 也不會感到太大的壓力 油門就是一出來就油門給它灌下去 它不會讓你覺得說 會不會灌太多 或是覺得說這台車會不會跟不上 跟不上你的解拍等等的 這台車其實 剛剛這樣騎下來它是很有樂趣的 那我等一下試著把檔位打到高一點 來試試看我們順順騎 到底會是什麼樣的反應 喔 順順騎 果然 開始有一點單缸車的感覺 這台車要大概五千轉 四五千轉會比較好騎 如果你的轉速掉的比較低 你假設掉到三千好了 我給它掉下去 好轉速掉三千 你來補 它這時候在加速的時候 它的震動感就會比較大 如果你是習慣用很低的轉速來騎車 那你可能還是要騎多缸的 它的綿密感比較好 另外就是它這組前懸吊 它的支撐性 我覺得比我的650R還要好一點 可能是因為它的車重其實不重的關係 所以說 騎乘起來它的前懸吊 其實應付剛剛的這種 煞車的加減速 的這個力道 其實它是很足夠的 後面它就比較Q軟一點 其實車子只要一輕啊 很多東西自然都會變得 怎麼講 嗯 車子啊 只要變輕輕量化 車子整個動態 還有整個表現 或是說對一些周邊東西的要求 就會負擔就會減輕很多 所以常常看很多人改車 其實它動力不大 但是它車重 越輕 這台車開起來就越好玩 或是騎起來就越好玩 好那現在我們來進入市區 來騎一段市區看看 這台車在市區這樣跑起來 它的輕巧感真的比T2還要好 因為它的車子輕動力又比T2大 T2的馬力是25匹 扭力是2.5公斤米左右 那在CB300R呢 它的馬力是30匹 然後它的扭力是2.8公斤米 但是 T2的車重有172公斤 而這台CB300R它的車重 卻只有145公斤 所以整體而言呢 這樣騎起來 一來一往之間 你就會覺得它的動力差異是很大的 因為我今天早上 我今天是騎T2上班 所以 我剛剛才從T2直接換來300R 這樣的感受就很明顯 現在我們在南平市場 這邊是一個黃昏市場 像現在在騎這種地方啊 車子的龍頭 如果很流活的話 你在騎這種地方 你在這種地方在鑽車鎮 或是說在閃一些違規停車等等的 你的壓力就很小 你就會覺得說 騎起來很輕鬆 很好騎 這樣這台車動力又夠 所以你在整個驅側起來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俐落 然後就是 一台在市區騎乘很舒服的車款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體驗完市區了 最後我對這台車的心得呢 就是我覺得這台車啊 它真的非常適合 如果你是一台車玩到底的話 就是一台車你要負責你的假日出遊 然後你的跑山娛樂 還有你的通勤的話 我覺得CB300會是一個非常適合的產品 就像當初我選擇T2一樣 當初我會選擇T2呢 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它擁有了這些特性 它可以跑山使用 它也可以讓我假日出遊 那它也可以陪我通勤 因為這台車呢 它的各項磨耗都不大 所以在養護起來呢 它其實是相當的輕鬆的 那再來因為它是單缸車 所以它的油耗非常的漂亮 我記得一公升好像有35公里左右的油耗吧 然後再來就是 這台車呢 它的整體的經濟 經濟效益其實也是不錯的 那單缸在市區騎乘 它的熱度也不會這麼大 然後它的輕巧感 也是非常的一個優勢啊 所以說你騎乘這台車啊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就是跑外霧的話 然後你會有這種需求啊 騎這台車其實我是覺得非常的適合 你是全身族群 或是你是外物族群的話 那你想買一台車 它可以陪你上山下海 陪你出遊 要有一點運動性 而且又可以陪你通勤的話 CB300R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因為是像現在我要準備左轉 那它擁有路權的這個好處呢 就完全顯現出來了 但是這台車也並不是說 完全沒有缺點啦 首先就是這台車它並沒有擋顯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一點 因為它是用150的錶 然後來修改的 所以說它直接把150錶款擋顯的位置 給換成水溫的設計 那這個東西我是覺得 可以不用這麼客家啦 沒這麼省 其實你大可以用650R或是500那顆錶 然後或是用再開發一個錶 其實我覺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說我覺得沒有擋顯 真的是一個很可惜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台灣版的排氣管 真的真的被搞得很醜 那一個防抗蓋之外呢 還在加一個鐵條 所以我是覺得這也是算是一個缺點啦 還有就是冷車在啟動的時候 它會有一陣子需要熱車的時間 不然它車子的震動啊 或是它的順暢度都會有所影響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其他對載車我是覺得 低轉速的震動 單缸車馬難免的 那其他順暢度啊 換檔的銜接等等 我覺得這台車其實是定位相當明確的 它就是要跟MT03 或是忍者400走另外一條路 它不要跟他們走同一個路線 MT03跟忍者400 他們都是雙缸 然後比較偏向運動化的設計 但是CB300R它不是 它給你的是樂趣 而不是運動化的表現 這台車它有樂趣 因為它的車子很輕巧 然後再加上單缸 動力比較大 然後扭力比較大的設計 所以說這台車它有輕巧感 它有靈活度 它有俐落感 騎起來就有樂趣 但是你說它的運動化 其實我是覺得還好 它不像忍者或是R3 有那種高轉的延伸度 還有那種爆發感 在動力上來講 300R它比較沒有這樣的感受 但是這台車呢 光是這個輕巧感 還有這個回饋反應呢 我相信應該就會讓很多人愛不釋手了 那也因為車重輕盈 它整體的懸吊或是它的煞車 雖然沒有用到非常好的規格 但是卻是相當足福使用了 好 那這次的影片 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得到最好的